去做宵夜 難怪你胖 到了晚上肚子特別的餓 那睡前可以吃什麼呢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按按T 按收藏 遠遠迷路找不到喔 千萬不要帶著餓感睡覺 如果你帶著飢餓入睡呢 那會非常的影響你的睡眠喔 那麼晚上餓了該怎麼辦呢 吃呢 是一定要吃 但是吃什麼呢 就非常重要了 這就要看你的飢餓程度囉 如果你只是輕微的飢餓 你可以選擇一些小黃瓜 番茄 熱量極低 能作為沙拉食用 可以搭配一些低熱量的和風醬提味 但是醬料呢 不能加太多喔 或者是你選擇不甜的水果 都是很好的選擇喔 蛋的飢餓感如果非常的強烈 那你可以吃一些蛋白質 像是豆漿 豆製品 熱量低 有豐富的鈣 幫助你在瘦身跟睡眠品質上喔 或者是像是雞胸肉 海鮮 雞蛋 都是可以的 富含蛋白質的食物 能夠增加飽腹感喔 但是要記得晚上的胰島素敏感度是很低的 所以不建議大家吃多 不然容易更胖喔 這樣子學到了嗎 歡迎在論區分享 你睡前都會吃什麼東西呢 之後我會再拍影片分享 睡前吃宵夜的三個注意事項 現在就關注賴哈利你的體修教練 和你分享更多的瘦身知識 讓你越來越帥氣美麗又健康喔 讓你越來越帥氣美麗又健康喔 所以會期視 packs